我們介紹幾個就是免費的影像的或影片的素材資源給各位介紹一下 其實各位現在這個年代真的還蠻幸福的 因為你能夠找的資源真的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 那首先其實我要先跟各位介紹這個東西 就是你要用 尤其要公開使用 那所謂的創用CC 你要認識 你才不會被告 對不對但是一般的創用CC我不用介紹太多 可能也許有些東西你在學校 是不是老師都有介紹過了 對不對 有嗎 你們怎麼這樣子 那個老師都有講的 你們沒有認真聽的 真的啦 老師大部分都會有介紹 真的真的 我上課一定會介紹 來 那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創用CC除了這個 你比較標準的那種 授權方式 我要介紹是另外一個 叫做 這個 你可以到這個 官方網站上看一下 其實你 最少最少都還是要把連結連回去 告訴我我的素材 你用在哪裡 但是呢 有兩種是不用的 有兩種是只要是人就可以用 不是人的同學出現在這裡嗎 應該沒有嘛 好 所以你看這裡 我們這個 創用CC 這邊 已經跑到旁邊去了 我縮小一點 上面這裡 有所謂的公眾領域 這一個 上面這裡 公眾領域 那這裡面會包含兩個部分 一個叫 PDM 一個叫 CC0 這兩個 一個叫CC0 一個叫PDM 那這兩個呢 你都可以直接 素材拿了就走 那PDM呢 就一般我們講的 叫人類共同資產 有沒有 叫人類共同資產 比如說博物館啊 有沒有 圖書館啊 那些 手稿 因為他們都已經怎麼樣 超過著作權保護期限了 所以這個 比如說萬里長城也好啦 或者我們 常見到什麼 詩詩啊 還有古典音樂啊 有著作權是沒錯 可是已經超過那個時間 所以就 你就可以直接去引用 另外呢 CC0的部分呢 就是 雖然他還在保護期限裡面 可是作者怎麼樣 自願放棄 就是我就貢獻出來 你要用就拿去用 那就 繪繪衣袖 不帶走任何雲彩 你也不用告訴我 你是從哪裡來的 這樣了解 好你就可以直接拿走 那 你可以去找 那麼 目前呢 有不少網站 就是 他們都有 針對就是 這個類別 或是專門收集 這兩種的 那這樣就使用比較方便 所以我以前呢 我有寫那個 部落格文章 在這邊 對了 萬中要看除了 回到這邊再來看 也可以從哪裡 從這裡 有沒有 一樣可以看 就可以跳下面這個 你就可以找這個 關於圖庫這件事 這個是我寫的 部落格文章 就是 我這邊列出了12個 就是還蠻不錯的 這種 這個我把它捲到下面去 因為有把 剛剛那個稍微解釋一下 看看 像那個 我們台灣有一個 部落格 他就有寫一個 CC0的這個 圖庫搜尋引擎 其實 事實上就是用Google 只是把它 客製化就是 我只 搜尋 某幾個特定的 網域名稱 也是 事實上也是Google的 搜尋引擎 那麼 再來呢 然後往下 這裡 也許有些同學有 比較喜歡攝影的 也許用Flick 或Instagram 對不對 好 那在Flick裡面 他也有專門 因為Flick一般就是 攝影愛好者 他們都放上去 所以 他也有這兩個 就是說當初他上傳的時候 就可以選擇 我是CC0的 或PDM的 那他就直接 放棄了 就是 他也有這個類別 你也可以直接選 那這裡面的 你就沒有什麼 太大問題 另外呢 下面這邊 像這個也有 那比如說像這個有中文的 我 Peace or baby 這個 我覺得也蠻不錯 Peace baby abay Peace or baby 好 那你看 他在這裡面呢 他可以找什麼 可以找 圖片 也可以找視訊 比如說你看 我們來找一個 比如說你想要找這個 Cute 我們找找看 你可以 看到這邊你可以選擇 圖片 像樣的也有 有沒有照片的 這些都有 沒關係 那他在這個 搜尋過程裡面 重點我們看右手邊這裡 要看的時候他就出來了 好 上面的不用看有膚水印的 就是廣告的 你要看的是下面 好可愛的 這些都算可愛的 好吧 好吧 隨便挑一張 你們要狗還是要貓 還是要兔子 我們就挑一個 假設點進來 那你點進來之後 重點是看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 CC0的授權 用這個是因為有中文 各位方便看 其實你看英文的也是一樣 那這樣 你看可做商業用途 對不對 所以你不用買圖庫也可以 事實上其實我還是發現 你真正人家賣的圖庫 他也是有 他要生存他也是有挑過 有設計過 所以 有時候比較好發揮 那這個就比較原始的素材 不要求庶民有看到 對不對 所以你不用 那個 那你按一下 免費下載 他很貼心問你 你要尺寸多大 對不對 你就看你要哪一種 以我們做資訊來講 大概這些就夠了 這些就夠了 所以你就直接下載 這樣就灰灰衣袖 忘記它來自哪裡 沒關係 這樣 有了解 所以這個是 你可以找找看 如果你要找向量的 他 簡體翻作史量圖 我們中文翻作向量圖 對不對 反正 這種cuter的 有沒有發現都是這種的 對不對 那比如說 點下去 也是一樣 可是重點 你覺得要不要去背好 難道你這麼喜歡去背嗎 我是沒有很喜歡去背 去背也要花時間 你知道嗎 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 點一下 好 有沒有都是 PNG 而且 很過分的是 還有AI AI不是人工智慧 是以拉吹的檔案 對不對 所以 向量 這樣子的話 你是不是 到時候你要 假設你會這個軟體 是不是 事情 調整就比較方便 假設我就下載 這個小一點 小一點的 我們看看他到底有沒有透明 好不好 基本上你有看到有這種好像賽車格那種就是有透明的 那我們把它存起來 那麼我們的 這個 順便提一下 我們Anomize這個軟體 或者是剛剛那個 甲上的 除了匯入一般的圖片檔 請問可不可以匯入SBG 可以 那你覺得 Anomize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啊 從這邊 這裡 有沒有 插入圖片 有沒有本地的 你就從這邊 告訴他你的圖放在哪裡 就是這裡 這樣 有沒有比較貼心一點 還是你覺得 還是要去背 才能夠滿足你手工的慾望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對不對 所以當然我們這種圖是沒有所謂的動畫 對不對 因為他畢竟沒有那個動態的部分 可是至少 你要做一般的說明 也還不錯吧 就不會說只有受限你他裡面角色所提供的 這樣OK 好所以我們剛剛介紹了 這個 你去哪裡找這個圖庫 其實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像還有一個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這個 叫做Open Clip Up 這個呢也是都是CC0授權 我想各位一般在Office的時候 都有用過一個叫美工圖庫 過吧 他裡面不是有那個美工圖庫嗎 請問你用到爛掉了嗎 就是那幾個 從小看他長大了 可是你長大還沒長大 都還是一樣 那這個呢就是 他其實是有點 拿來做什麼 替代 因為我們現在都知道 有很多人開始 用的不是微軟的Office 有沒有 Liber Office Open Office 因為你不要忘記 微軟是要錢的 只是你都沒有付錢而已 因為都是別人幫你付的 所以現在很多的單位也好 機關或學校他為了節省經費 會推廣就是用 所謂的免費的Office 那你可以到這個網站呢 去看一下 因為 這個我就直接 因為那個是一個介紹的 我就直接Open Clip Up 這樣比較快 Open Clip Up 這個 你 點進去 這個網址 你把它點進去之後呢 它裡面就有很多免費的圖庫 而且呢 它有提供什麼 向量檔 跟剛剛一樣 也有PNG 基本上如果你那個圖是 有透明的 它也是有透明的檔 你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這個是比較方便的 當然也支援關鍵字搜尋 不過這裡就不建議各位用中文啦 中文可能 找到的會很少 比如說 我一樣用Cute 好 我就找給你看 那我們來看 有沒有 這些就有 像這支我就用過 這個 我點進去 它也是一樣 就是有提供 我們剛剛講的 就有PNG啦 SVG 那你看我往下走 往下走 看到這裡 它可以下載 PNG 這個格式我就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用過 WMF 有沒有用過 你們都買用過 你知道嗎 因為微軟Office裡面的美工圖庫 預設就是這個格式 這是微軟Windows系統標準的向量格式 WMF跟EMF 所以這個 事實上也是向量的 那如果你不要這個 請看左手邊 有沒有SVG 有沒有一個SVG 你就可以把它下載一下 而且它 有一個好處 這個跟 其他軟體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 你看到左手邊這裡 這個 你可以直接打 你要的解析度是多少 它就直接產生PNG給你 因為它本身這些圖都是向量的 所以如果你要拿去印刷 比如說我要4000像素的 你就直接打4000 它圖片就輸出一張4000 寬度的那個像素給你 這樣了解 甚至呢 它還可以 如果你覺得這樣組合還不夠 你可以進到它這裡有一個線上編輯 可以稍微再加一些其他圖案進來 等於說它有一個線上的那種向量編輯器 讓你稍微用一下 這樣OK嗎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像這一張它基本上就是向量的 所以 如果呢 一般如果可以的話 我又盡量用什麼 向量圖檔 就按一下 這樣就可以把那張圖下載下來 SVG 所以我就可以拿到我們這裡面來 一樣的方法 點到它 加上我們自己裡面的 在這裡 有沒有進來了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點證跟向量最大差別在哪裡 你這樣 你看 這個是向量的 這是點證的 所以這一張我如果放大的話 這樣放大 一點點糊糊的 但是這一張就不會 這一張是完全不會 有沒有還是 比較銳利 這個 點證圖比較看 這樣比較看不那麼清楚 但是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點證圖放大比例很大的時候 它會很明顯就是 有 馬賽克 所以其實如果可以 找到適合的我通常還是建議各位用向量的會比較好 向量的你要做縮放的時候就比較OK 不過當然因為如果你是要比較真實的 就需要什麼照片的 這樣OK嗎 所以有興趣的 那裡面的這些資源 你都可以去稍微找找看 因為還蠻多的 真的還蠻多的 也有影片的 也有影片的 不是只有圖片而已 影片的部分我有寫了幾個 還有寫了兩篇文章 特別介紹一下有哪些地方有免費的影片素材 免費的影片素材可以讓各位去用 請多高尤 請多高尤 這個影片